大家好 最近中共的國務院 公佈了2024年的連續假期 就是春節 勞動節 清明節 國殤節等等 連續幾天的假期 有一樣東西是令很多人注意到的 以及已經造成中國老百姓很多人的不滿 就是春節的假期是由2月10日開始 而2月9日是農曆的除夕 除夕那天反而要工作 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最喜歡吃全年飯 農曆新年的時候 那天你不讓人放假 那我怎麼說得回家呢 就是要自己請假 那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能請到假 有些可能需要錢不是那麼容易請假 總而已經引起強大的不滿了 強大的不滿了 那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我一直都是這麼說的 共產黨是一個全世界最多黑箱操作的政黨 它是因為很多東西是不見得光的 所以全部都是在黑箱裏面操作的 好像以前那些 我們幾十年前用的那些膠卷 拍照的膠卷要將它沖洗 沖洗的時候在黑房裏面做出一個月光 一曝光就沒有東西了 共產黨是每天都在黑箱裏面操作的 所以我們很難知道是什麼原因 它是不需要 因為共產黨的體制是一個政府 是不需要向人民交代的 人民要向政府交代 政府要什麼都知道你人民的事 你不單單是你姓什麼名什麼住在哪裡 你的收入在哪裡 總之一切政府都要掌握你 你連誰是你的朋友 你什麼時候出去 喜歡去哪裡買東西 它全都收集了 就知道了 而中國老百姓啊 中國人民是知道得非常少 這個政府其實在做什麼 只是聽到它公開講的 原來它公開講的大部分是宣傳來的 是假話來的 是謊言來的 是吧 所以這個共產黨的體制就是 政府知道你所有的一切 你一點都不知道政府的真正點目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悲哀 中國人的悲哀 所以我們對於為什麼隨直不放假呢 就是這樣 都有很多揣測的 就是中國大陸現在是一個揣測的良地 就是特別好的地方 為什麼它很多東西都是黑箱操作 給了這個揣測有很多空間 是吧 現在最有意思的揣測呢 我覺得為什麼有意思呢 我上一次都提過說 習近平呢 雖然是共產黨人是不信神的 但是呢 他很相信這種特異功能啊 預言啊 風水啊等等的 原來呢 這個習近平呢 他在公開共產黨 公開場合 批評說是迷稅的那些事情呢 他自己是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為什麼隨直不放假呢 有一個理論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理論呢 用廣東話就不是太通 但是用普通話就通了 因為隨直 普通話是處死 處死 處死和隨虛 隨虛習近平那個隨習 是普通話一樣的 又是處死 所以就是說 隨直那天放假不行 因為你放假的人 不用工作嘛 很多時間 而這天呢 是要我們 隨虛習近平那天來 隨習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呢 不讓人放假 放假他們會鬧事 他們會去搞那些 推翻習近平的事情 哇 他真是現在草木皆兵 他什麼都害怕 這個是不一定是亂講出來的 真的有可能 你看看 他自己的親信 這個火箭軍那個司令員 李玉超 是習近平 親手安排他做火箭軍的頭 結果突然間 好像不知道一年半 或者這樣就被他炒到猶豫了 李尚福原本也是 就是中共那個前國防部長 八個月前還是國防部長 不是 好像是這樣想 或者是五個月前還是國防部長那個李尚福 又是這樣給他聽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預言 推背頭有一個預言 說過 有一軍人 新大功 過去就是射弓箭 現在是射火箭 李尚福做國防部長之前是軍事裝備部的頭 軍事裝備部主要他買 收購那些軍備 他主要是火箭方面 這些核武器 還有一些中程導彈 短程導彈 軟程等等 就是他在習近平的眼裡 這個人很可能就是新大功的軍人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有點荒唐 但是共產黨就是這樣 荒唐 因為尤其是在現在習近平時代的共產黨 習近平為了達到他的目標 他是要獨立大權 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他手上 你看看李克強 他是國務院總理 是吧 總理嘛 他應該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來管理的嘛 他來管理的嘛 但是 他是將整個國務院都駕空 習近平搞了很多工作小組 經濟工作小組 財政工作小組 什麼什麼宣傳 全部小組的組長就是習近平 國務院裡面的所有的功能 全部是有一個相應的工作小組 這個工作小組的組長就是習近平 等於將整個國務院的功能 全部掌握在自己手裡面 他就是這樣的 我想他這樣的做法 他真的現在是驚弓之鳥 驚弓之鳥 他真的 我想他都挺頭痛的 坐立不安 到處以為有人暗殺的 我想他到處走路的時候 他都一轉彎抹角 他都怕有沒有人躲在後面 要槍殺他 所以我覺得取消這個隨值很可能 因為其他原因是沒有辦法的 很無法明白 為什麼不讓老百姓那天放假 對於所謂國家民族的利益是沒有問題的 放多一天 放少一天 為什麼剛剛好是隨值那天就不讓放呢 就是這樣 唯一可以解釋到的 就是因為隨值是等於隨習 普通話裡面隨值就是等於隨習 習近平不習 所以我想是非常有可能的 非常有可能 我以前跟大家講過 共產黨是講的一套 自己做另一套的 他講的是要你的老百姓跟著他們做 他說要為人民服務 他是希望你們個個中國人是為人民服務的 但是他自己就不是為人民服務的 他是讓人民服務他 所以那些迷信 公開場合 由毛澤東到習近平 但是他自己是很相信的 由毛澤東到習近平都是這樣 堅信不疑 所以尤其是關係到他手上的權力 對於一個共產黨的領導 沒有一件其他的事 是比他手上的權力更加重要 他是視權如命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有幻腸 有些人現在會想 會說習近平走了就好了 我們除了習就好了 有可能短時間之內有些事情好些 但是共產黨有朝一日 他仍然是在那裡會傷天害你的 他的本性就是這樣 一個本性是很邪惡的 就好像一塊毒藥那樣 你說他不再毒藥是很難的 所以大家不要有幻想 不要有幻想 我們大家最起碼大家會平安一些 我都在這裡祝大家平安 亂世中又平安